这里是猫东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来录绝屈林的兵属性击破手角色 莱卡恩 莱卡恩所属阵营 维多利亚加镇 我们一般叫莱卡恩叫狼哥 狼叔 这是他的外号 狼哥的操作手法 我们讲一下吧 他的这个手法入门也比较简单 这个机制也比较容易懂 他是一个偏向于普攻和蓄力普攻来打 铸场击破的一个角色 就正常的普攻 我们不蓄力的话都是物理伤害 这样子打完一套 蓄力攻击的话就是长按普攻 蓄力分为慢蓄和快蓄 其实在实战之中 我们简单入门 并不需要太过于深究 是慢蓄还是快蓄 我们就正常的 在实战里面 我们只需要他去打破盾 就OK 你就直接这样子 配合着蓄力脚 然后再配合再打下物理什么的 也都没有关系 结果打出来这个破盾就行 效果其实都差不多的 狼哥的破盾效率是很快的 但是不管怎么快 你这个穿插蓄力 还是要去学着用一下的 像后面进阶的狼哥手法 比如说闪避普攻 然后再蓄力脚等等 狼哥的特殊技也是能帮忙打击破盾的 在技能描述之中 他的这个强化特殊技是有一个招式发动期间有无敌效果的一个判定 我们在正常破盾的流程里面都是用普攻和蓄力普攻来打破盾 就是这样的普攻呢 是方便后面高倍率的这个蓄力普攻来进行一个判定 我们要是一开场就用这个蓄力脚的话 就是有点拖节奏 就正常的 你就三下普攻陆场 然后开始打蓄力脚 然后打一个快续慢续 其实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会说你就直接一开始就开始打兵蓄力破盾 自己去抓一下这个长续和快续的一个节奏 然后特殊技的话 也没有什么注意的 就是在怪物打中你的瞬间按比较好 就平时啊 这个能量条最好都留一个 有一些怪物的攻击比较难躲 我们就可以长按他的特殊技来接一些招 因为狼哥的特殊技有非常高的打断性能 我们换一只攻击欲望高一点的 你有无敌针判定 也有这个打断 就你可以去利用你的强化特殊技 点按和长按都可以 可以去打断一些怪物的出招 就可以直接把他打呆在原地 然后我们正常的打的话 就是特殊技尽可能的不要随便用 就拿来接招的时候 利用这个无敌针去接一些比较难躲的招 或者说你换人格挡来接那些个招 那些招的话要有这个黄光闪过才可以接 我们狼哥在平时的话就这样子顺利角打一个快速就行 再讲一个进阶技巧 我们绝取零换人啊 一般都是通过按控格键来换到下一个人对不对 这边有一有一些 有一个技巧 有一些玩家可能不太知道 我们像现在爱莲换到下一个是狼哥对不对 那么我们不按控格 我们按下键盘上的C键 就可以换回到爱莲 按控格是换下一个角色 按C是换回上一个角色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 比如说狼哥打完之后 我不需要换到仓角对不对 我想让狼哥打完之后 或者说狼哥正在打的时候有黄光闪过 我会我要接招 我用爱莲去接 我按下C我就不要按控格 换成爱莲 然后来接招就行 再讲一下一个兵队啊 就爱莲跟狼哥的一个手法技巧 这两天有挺多小伙伴问的 干脆放在狼哥的视频里面讲 他在问这个爱莲的这个连招怎么连 等下没有开行动 大序陆场黄光闪过狼哥接招 然后打一套破盾 刚才招架伞机没有接好 大序里捡陆场 哎等一下 没有操作好 拆解一下 就是爱莲在叠能量层数的时候会用这个大蓄力减 我们其实在他捡的时候就可以换人了 到时候就是爱莲捡他的我们就换成狼哥了 互不影响 这个都能理解吧 就是在他这里蓄力减的时候黄光闪过换人 然后接招格打 然后狼哥开始蓄力脚快速的打尸痕 这是一个入门技巧 我们把敌人的尸痕值开开 换一只等级高一点的 这个就是打击破 然后打这种可以触发两次QDE的话就换成仓角和爱莲打一波收割就行了 这个就是鲨鱼的兵队狼哥陆队就基本上这样子去玩 如果没有狼哥的话 你把狼换成安比也是可以去玩转这个鲨鱼妹的这个配队的 我们回来讲狼哥的这个配装 狼哥殷勤推荐 首先是专武拘付者各方面的专武吧 主词条给冲击加成的这个词条 然后被动是由普攻方面的这个削弱判定 就是挺弃和狼哥的各种机制 打这个破盾打这个尸痕就更快捷 另外像这个燃玉齿轮 这个呢是克雷达的专武 在三次的时候他的被动是带火伤加成的 攻击之后改了 他现在是一个泛用的击破手角色都能带的一个阴晴 他的被动现在是涉及到了一个回能以及这个削韧 削韧强化这一字写错 他的被动就是你把它扔在后台 他会慢慢的给你的携带者充这个能量 像狼哥的话你在后台 就比如说你用现在换成爱莲在打 你把狼哥换到后台去给他的这个特殊剂充充能 上场之后主要靠蓄力来打破盾 如果感觉这个破盾条差的挺多 你用这个特殊强化剂来补这个破盾效率 他的特殊剂是能蓄力的 或者说你的特殊剂就放来 放在那边接怪物的一些比较难躲的招 这时候我们这种充能的被动就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 狼哥的后续命作方面也有这个充能方面的词条了 总的来说的话就是普攻蓄力角为主 充能特殊强化剂为辅 其他的这些个击破类武器啊 像左轮钻子 左轮钻子它是大悦卡武器 获取途径的话 这开服版本大悦卡我觉得还是优先去换这个加农钻子 它是那个强弓输出角色带的一个殷勤 如果你的强弓角色没有对应的S级殷钻专武 那么你就最好背包里面还是背一个加农钻子 它是一个暴击率加成的殷勤 它泛用各种各样的主C都可以带 加农钻子的话 优先级是在左轮钻子之上 说来说去一个加农钻子 一个左轮钻子 连着说可能会说错 像别的几个殷勤 比如说贵重骨盒 这个着重讲解一下 贵重骨盒它是先手打破盾的时候 它拥有更高的这个渲认判定 但是像我们打这个深渊 打到后面高难 那些都是个单体boss 我们虽然说先手的时候破盾效率会有所提升 但是把boss打进半血级以下 像这个贵重骨盒 它的这个被动就会丢失 它非常方便先手打破盾 就是你那种一套能打死的那种精英怪 然后打到这种要好多轮来打的这种首领敌人 就不要带这个贵重骨盒了 它就没有这个被动了 虽然说有这个冲击力的固定磁条加成 稳定收益还是有的 但是少了被动还是挺难受的 相较之下呢 我们另外这几个四星阴晴 大约卡的这个左轮转子 它就是什么时机都能带比较泛用 什么击破手都能带的一个阴晴 人为刀阻的话 你的能量条多的时候 它冲击力判定多 你用了能量之后 它也这个效果会存在 像狼哥这种长轴铸厂 铸厂时间也在十秒钟左右 你就是把能量花掉了 它这个冲击力磁条的这个被动也还在这里 只不过它这个东西主磁条是回能 更加的偏向于 你要是带这个的话 就让你的狼哥在特殊强化剂使用频率会有所提升 但是破顿效果呢 总的来说还是另外几个阴晴更加合适一点 因为他们主磁条就直接加冲击力了 这个是回能 冲击的话全在这个被动上面 被动的这个绑定你能量能量这个多少 这个时机你要自己去学会判断的用 另外像是安比的专务 这个德马拉电池二行 它主资料也是冲击力的 如果你不考虑其他 你就只带着临时用一下 或者说比如说你现在是安比在承担破顿手 然后刚刚抽到狼哥 但是没有资源供你去培养其他的殷勤 直接就把安比正在用的这个德马拉电池拿给狼哥暂时用一下也可以 找这个主资料对 没有被动也没关系啊 就拿先临时拿这些用一用 像其他的话 B级阴晴之中我比较推荐你们去带这个 粉红色的这个 主资料是稳定的冲击冲击力加成 然后被动是命中敌人之后 对主要目标造成的这个销刃能力增强 这个还是挺稳定挺好用的 我推荐你们带这个球 B级阴晴都带这个 A级阴晴选择刚才就讲了这么多了 然后S级的话 有S还是优先用S级 然后是驱动盘 狼哥的驱动盘 其实在前期没有太大的讲究了 像我们在开放期 以及一直到中前期 你在没有给主C角色 两个队伍的主C角色 你没有给他们刷好驱动盘的时候 你的狼哥都基本上 不需要怎么去强化 以及刷取驱动盘 驱动盘基本上不用怎么去刷 因为我们在前面过完剧情 各种任务 以及去商店老板娘那边兑换 抽一个圆盘一样的东西 抽驱动盘 抽完之后 我们背包里面振兴迪斯克 我相信大家背包里面 不管星级或多或少 至少两套振兴迪斯克还是有的 如果说你没有 那就是你的新手期进度推的 还是稍微有点慢 到后面背包里面这种东西挺多的 A级B级都能用 我们在中前期一直到中后期 你的主C没有刷到小毕业的这种程度 像你中击破手支援辅助角色 没有特别需需求的话 就基本上不需要给他去刷驱动盘和 这个对应的这些个词条 就带着套装能用就行 如果这些套装里面刚好有要用的这个词条 不需要强化 主词条队也能带着先用 如果你感觉你资源比较有引语 主C又养好了 那你就开始好好的养你的这些击破手 和支援角色 把全队的练度都后续慢慢的跟上去 好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讲配装 因为现在是1.0版本 开服版本 有一些小伙伴就比如说 你刚看完那个强攻主C的培养攻略 然后过来看副C 然后强攻那边还没拉完 又在这边强化这些个 优先级并不是这么高的击破手 以及支援手的这个驱动盘 然后导致资源浪费 后面吗 就是你破顿破的虽然快 但是你的主C伤害真的是跟不上 打不过之类的也有这种情况 狼哥的驱动盘配法的话 振兴迪斯科四眼套 所有的击破手统一毕业的这个套装 两件套的话可以使用极地两件套 也可以使用琢磨两件套 也可以使用河豚电银两件套 分别对应次条正式 冰属性伤害加成 暴击率加成 和这个穿透率 如果你感觉你的狼哥 就算没有振兴迪斯科四眼套 你的破顿效率也还可以的话 那你可以给他带琢磨鸟四眼套 来帮忙打一下输出 因为他是前台长时间驻场 虽然说他在冰河队伍 就比如说跟鲨鱼妹配合 打爆发的那个体系里面 莱卡恩本体的伤害战模式很小的 已经养到后面大毕业了 所有角色的这个驱动盘都成型了 狼哥在冰河里面爆发占比还是 不是特别多 就是种母鸟这个四眼套配法 在开荒期间你的主C练度没有上来 然后莱卡恩又要去驻场的话 你可以带个种母鸟四眼套先过渡用一阵子 或者说你现在没有抽到鲨鱼妹 你可以去带种母鸟四眼套 然后让狼哥来打一阵子主C 然后去打其他的角色速切爆发 也可以这样子去临时过渡 不过到后面的话 我们统一都是用振兴迪斯科 因为我们现在你们在开荒期打的这种小怪会比较多 到后面打的全都是首领敌人 他们这个施根条很厚 带个振兴迪斯科的话 加快这个破墩效率才是真正的最紧要的 开荒期就振兴四加着木鸟两件套 就基本上这样子过渡就行 我们前面前期的话就基本上以这两个驱动盘为主 辅助大部分都带振兴 输出大部分都带轴木鸟 对吧 主词条分配的话 狼哥到后期是可以拿来打一下这个本体输出 主要的话还是这个驱动盘6这个位置 要刷一个冲击力词条的 如果你要打伤害的话 你可以稍微考虑更换一下 基本上并不怎么推荐你们去打本体直上了 除非你后面什么装备都上来了 对付练度也上来了 就长草期了 你就好好的把狼哥让练成主C也没啥问题 但是现在在开服版本至少在1.2版本之前 你没有这么多资源去把他转型成一个主C这种角色一样 命座和这个技能加点 首先是技能加点狼哥的普攻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以及这个蓄力普攻去破盾 所以我们加点的话倾向都是点普攻为主 然后狼哥的固有被动啊 是加这个冲击力词条以及这个特殊情况的这个兵队增伤 狼哥有一个机制啊 是把敌人打进失衡状态 然后你的这个打的这个敌人他身上会有一个异伤倍率啊 我们一般的敌人都异伤倍率是150 你狼哥打上去踢上一脚之后这个失衡倍率会增加 然后这边的话我查的数据这边是加的是35%异伤倍率 如果是遇到这种冰属性克制的敌人这个异伤倍率一加 然后再换成你的鲨鱼魅意输出这个异伤倍率就直接来到了200多 像打刚才那个哈提那个那个怪的名字叫哈提 打他到这个异伤倍率就已经飙到200了 但是这个核心被动需要保证你的队伍里面至少有一个冰属性 或者说跟狼哥一样都是维多利亚阵营的角色才能生效 狼哥的核心被动优先级是最高的啊 我们加点的话顺序是只要有普攻和这个核心被动就行了 其他像是特殊技啊 闪臂啊 资源机啊这些都是在后期考虑去点上去 我们前期的话资源比较盈余 基本上都点个六级就可以了 点个六级 核心被动点五级其他都点个六级 普攻点到十级 后面有资源再去慢慢优化其他的 就暂时就是这样子完成过渡 命座推荐 其实狼哥的话 灵命就比较完整了 一命的话就是让你的这个强化特殊剂 去打敌人的破盾效果更好一点 像其他的命座都是帮助回能啊 以及帮助狼哥生存 六命的话是增加狼哥的输出 我们就灵命就已经很完整了 在冰队里面啊打一下这个冰 冰队的增伤对吧打一下这个破盾 主要的功能呢还是打一个削刃破盾 把敌人打入失衡状态去打爆发输出这样子一个理念 帮步选择啊 刚才也说了狼哥主推的队伍呢是打冰队冰和队伍 你们开服鲨鱼妹都抽到了嘛 抽到了之后你在狼哥鲨鱼妹配个仓角 就是我们开关阶段最舒服的冰队毕业队伍 这里这个队伍呢是三个冰属性角色 我们给他帮步选择呢就带个沙牙布 沙牙布是需要队伍里面有两个冰系角色 来保证他的帮步固有被动完整生效 然后也能帮忙叠这个冰叠得更快一点 另外如果你的狼哥用到什么啊 比如说狼加可灵这种物理队啊 你就可以带这个巴特勒 队伍里面已经有两个回多利亚加镇系列的角色了 然后你带个巴特勒给队伍冲冲能也是蛮不错的 另外像维多利亚阵营里面还有一位电索性角色 辅助莉娜 他的定位是支援手 你用狼哥加莉娜电 那么你另外一个角色你也可以换成安东 或者说以后出这种电属性的啊 这种强攻输出角色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配对攻势 你就狼加莉娜加这个到时候出的那种电属性强攻手 像现在的话比如说你狼加莉娜 再去带一个电属性异常输出手 你带一个那个格力斯也是可以的 这种配对思路还都是挺灵活的 企鹅部的话是沙牙部的下位替换 有些同学啊可能S级帮布 感觉啊只抽到一个异星 然后看他的这个模组啊 伤害倍率之类的啊 效果还甚至没有这种金武的这种 比如说你的金一沙牙部 没有这个金武的企鹅部数据好看 嗯除非你要这个啊 沙牙部的这种特殊被动了 如果你是光打这个伤害以及这种失衡倍率的话 你自己权衡要用金武的这种企鹅部 还是要用金一的沙牙部 做你们自己慢慢优化就行了 其实帮布系统它占比啊 并没有特别的重要 我们的精力还是放在角色的养成上 帮布就随便跟着练一练就行了 只要相对契合这个队伍就可以了 还有那你这种比如啊 你狼哥跟可怜打的这种物理队 你带个左轮部进去也可以 比如狼哥可怜加猫右 这种队伍里面就两个物理嘛 就带个左轮部进去 或者说你狼哥可怜再加个派派 对吧也是两个物理也可以去带左轮部 狼哥他现在配对啊 我们先讲配对 他的配对是非常灵活的 我们开服版本 标准的绝区灵配对攻势是强攻加击破加支援 可是我们现在击破角色就三个 安比 克雷达 和狼哥 对吧 狼哥普攻蓄力角破盾 是最稳定最快的 安比的话需要一定的操作手法 克雷达的话比较依赖能量回能 就简单粗暴而言 狼哥直接蓄力角开局打破盾 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在部分配对里面就比如说像配这种火队 你带路西跟11号 虽然说没有维多利亚阵营的角色也没有兵属性角色导致狼哥的固有被动没有完整生效 但是也不要紧我们哪怕把他的这个被动丢掉 狼哥的破盾效率也是一流的 除非他以后出这种比较好用的火属性击破手 现在的话有这个克雷达 这个队伍里面你看狼哥坏成克雷达也可以 比如说你没有克雷达 或者说以后 比如说你应用到这种两个电队的角色 你又没有这种双兵共鸣 又没有维多利亚这种共鸣 除非你塞个利纳进去 到时候会出这种电属性击破手啊 对吧 还有这种物理的击破手啊之类的 以后都会慢慢补权 以后我们绝区灵的角色只会越来越多 配对公司只会越来越多样 你们只要知道这个配对里面就行了 狼哥的配对其实是很灵活 他什么队伍都能配 只要符合强攻加击破加支援的这个配对公司 他都能以击破位去入队 我们这边放着参考的话 其实这四个队伍上下几都是可以存在替换关系的 比如说这边支援位置 你可以用仓角 你也可以用丽娜 你也可以用妮可 你也可以直接用路西 不限队伍 你直接带着用就行了 只要增伤buff给到位 就OK 好吧 强攻角色那就多了去 包括以后还会出的这个 朱苑 1.0下半的以太喷子角色 我们到时候就狼哥加妮可加朱苑也可以 对吧 感叠队也能配 什么都为队伍都能配 目前是一个全能的击破球角色 你们抽到狼哥 开服版本 我觉得所有常驻里面 常驻角色里面 你抽到狼哥你是最幸运的 因为你拥有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开服击破手 其他的像安比的话 有点吃操作的手法 就没有狼哥这么简单 还有一些同学反馈说 这个狼哥的蓄力角比较难打 这个的话 值得你自己去训练里面 多练一下 多适应一下 蓄力角的这个释放时机 以及用特殊剂去接招 还是挺关键的 稍微练一下 你们都能玩好狼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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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